各位网友大家好,今天是2021年7月4日,刚才看到海外的网友们发的推特啊,有一个网友叫燕明时评,讲了一个小故事啊,说是有一个家长啊,给老师写信,为什么写信呢? 中共现在正在进行愚密主义,愚密的爱国主义教育啊,不害那些儿童,给儿童们讲什么呢?同心向党啊,这么小的孩子啊,就让灌输这个党棍思维啊,这个家长很有意见啊,给老师请假,老师抱歉,今天齐齐不会参加这个同心向党的表演,说为什么这个老师,这个家长也很坦率啊,他说这个党解放后, 多次发动运动,民补聊生,其中我的爷爷,啊,就是在大三年大饥荒中饿死的,说是齐齐出生后呢,被党追杀,一天四百个电话,要讨要超生罚款,我告诉他们了,啊,等等等等,后边那话,没有全部完整的发布到网络上啊,这挺遗憾的啊,给大家看看啊,这是我的手机上面,不是太清楚, 清洗啊,我的这个条件有限啊,给大家看看,阴漏就简,那么这个推特说明什么,说明现在一个政治生态环境在中共统治下,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啊,变得越来越恶劣啊, 呃,往往是骗大人骗不了了,就中共邪党开始骗这些年轻人,呃,年轻人有很多出国留学读书,也开口眼界了,也不相信了啊,就骗那些娃娃们,以前我记得,小的时候啊,那时候就开始红领巾, 小先,少先队员,共产党就开始骗,那时候骗,大家都相信啊,家长也,也支持,因为家长也被洗脑了,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啊,这个,人们都逐步的觉醒了,你说中国的城市里边,哪个家庭,呃, 呃,三七六五都会有一个出国留学的,或者是出国旅游的,或者公干的,甚至游的,就移去海外的啊,亲戚套亲戚,呃,一起聚会的时候,都会踏到海外的情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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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呃,所以人们都已经觉醒了,呃,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,啊,虽然习近平现在狂妄的政治野心,呃,捆绑着14 中国人民往回走,啊,走到这个过去那个毛泽东这个时代,但是这一厢情愿,啊,完全是倒行逆施,啊,呃,不会取得什么实际效果,你看人家美国现在今天,那是美国的独立日,啊,独立日美国已经度过了245年了,你想美国这个独立宣言的内容看一看,听一听,那这是鼓舞人心的,我也看到另一个网友秦维平,啊, 啊,这是大卫啊,忽然间穿上军装了,啊,这个朗读这个独立宣言,啊,很好啊,啊,这说明什么,说明这个美国的国民,他是往前走,啊,人越来越高举这个自由,民主的大旗啊,中共正好相反,啊,这个背,这个倒行逆施,倒过来走啊,不是和人相像而行,呃,以前的40年,30年,给人感觉表面装的还是相像而行, 实际上,呃,这个背后是什么,偷人的技术,偷人的专利啊,呃,向人家渗透啊,输出这个,这个红色意识形态啊,共产主义这些奇谈怪论啊,啊,然后还干预,还这个,这个干预人家的这个,这个大选啊, 啊,关于邮寄选票在美国整的也是,这个到现在这个惯事都没完啊,啊,如果中共不渗透,不搞这套东西的话,相信,川普也不会就是说,啊,明落甚散啊,这是很,很郁闷一件事啊, 原先中共以为拜登上来以后能够,呃,他儿子很可获得利益了,就可能,这个倒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,这个眼前啊,这个,这个顺从中共啊,没想到,老拜登也改变不了,改变不了美国的历史啊,和前进方向, 为什么,有独立宣言在嘛,对不对啊,你看仔细研究研究,今天我看好几个媒体都在解读独立宣言,独立宣言,其实我们本人是比较早就看过了啊,但是今天重新读一遍,结合现在这个形式,感触,颇深啊,所以追求民主自由是个历史大潮,像习近平这样都属于逆流啊,支流逆流,呃,我认为这个是没有前途的啊,用这些东西来,骗这些, 孩子们啊,也是无济于事,为什么呢,一个是家长抵制啊,你看这个家长不就讲了吗,是以前他爷爷,那大饥荒就饿死了,是吧,他爷爷估计是我这个年龄了,呃,我是1955年出生嘛,呃,刚刚懂事啊,你就来了大饥荒了,那时候共产党骗老百姓说是三年大饥荒是自然灾害,后来我一直到海外才知道没有什么灾害,呃,年成不是太好,但是 但是这个人祸,人祸就是共党自祸,呃,共党就是这个搞这个集权统治造成的啊,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,这个三反五反啊,这个搞这套东西啊,政治运动搞的啊,影响人们积极性了,这个尤其是喊出那什么感应超美的口号,这都把这个国家当时整的是鸡飞狗跳啊,这个劳民上菜啊,上了元气了,这那几年是很苦啊,本来是这个人祸,人祸就是共党自祸,共党就是搞这个集权统治造成的啊,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,这个三反五反啊,这个搞这套东西啊,这个搞这套东西啊,政治运动搞的 本人,呃,母亲呢,这个是山东的老,这个妇女啊,家,家庭妇女啊,被爸爸带到这个大连了啊,呃,就过了那么几天好日子,也就是,抗美援朝战争回来以后啊,过了,听我妈妈讲过了两三年,呃,比较好的日子,那时候,共产党把这个战士们,志愿军呢,喊成是, 最可爱的人,就可爱的每两年就,开始大饥荒了啊,你看大连那地方,树上那个,那个槐树花呀,都吃光了,只有吃树皮,吃树皮大便便不下来啊,早晨第一件事就是,顿在那儿啊,互相这个,呃,这个,处理这些,这个排不出来打便了,肚子疼啊,饿得小孩哭啊,喝凉水也不行啊,你想,呃,甚至我爸爸都带我们到山上去, 去挖大豆虫啊,我基特情绪,就到这动物园的后山,我那时候我们家住在,西港区啊,中山区有一些一号,就在艺术剧场的,后门那边住啊,二楼啊,呃,然后带我们到那个,后山上去挖那个,虫子,有一种虫叫大豆虫啊,就这个虫特别大,绿颜色的,挖出来以后呢,那个虫子大不是吗,就把它烤着吃,那也不能吃, 吃饱啊,然后到那个老虎湯去干,那时候,那时候好在什么,就是海物比较多,没有人认识到海,海物的贵种啊,经常呢,那挖到那些毛鲜子,这个小螃蟹,啊,什么橙子啊,这个等等吧,反正什么都吃,海马蟹,海带啊,但是那个光吃那也不行啊,就没有量,后来就,我妈妈带我们,呃,弟兄三个啊,呃,哥三个啊,呃, 然后就到山东去了,把我爸爸自己丢在大连,啊,勉强活下来了,后来从山东又回来了,呃,1964年又回来了,啊,我在山东读书了一年了,山东省乳山县,海洋所公社,双风撞窜的村啊,我那可爱的家乡啊,有没有那个家乡的,呃,土地里边的那个红薯,就是地瓜啊,我就饿死了,就死掉,全家人就饿死了,呃,所以我现在对这个地瓜, 是一看就头疼啊,呃,因为天天吃地瓜干,啊,就是山东啊,但是没饿死,呃,这个是还很清醒,所以那个时候不知道这是共产党的罪恶,是只以为是天灾造成的,啊,现在出来才知道了,原来共产党干了这么多的那个,这个坏事,坏透了,我跟人家吧,就是,呃,祸国一样迷,然后又撒谎,欺骗自己的人民,现在欺骗我们的老头,骗不了了,太骗小孩,哈哈,哈哈, 所以看这个这个家长,我就,我觉得这个家长够猛了,啊,头脑很清醒,啊,给老师写一封信,啊,大约就老师别举报,举报了以后,迫害也够得瘦的,是吧,因为现在没有一样论自由啊,共产党为什么能统绕今天,呃,我后来做几年大佬才明白了,啊,一个是靠监狱警察,一个是靠媒体撒谎片,这个我这一生上半场是,呃,参加了工作以后的 大连日报啊,工作啊,呃,在新华社大连计则站还干过,香港工作还干过,这都是共产党骗的工具啊,我给他们骗了大半辈子啊,呃,就那么清醒了,那么几年,又整了好多年,哎整啊,可见共产党把这个骗看的多么重要啊,你要觉醒了,你要得罪他,他就这样,呃,整死你这个,绝对是极端,多亏那个时候胡闻,还不是太,就是像习近平这么罢了, 啊,总算,这个逃过一劫,所以本人现在是每天不遗余力啊,鼓吹民主自由啊,揭露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腐败啊,堕落腐朽反动啊,大约就家长们都要告诉孩子们啊,就是这个,必须在中国大地上啊,结束这个一党专争啊,千万不要去什么这么小孩,就要同行向党,谁像他,同行向自己的妈妈,向自己的爸爸,是吧,这世界只有, 爸爸妈妈好,要感恩自己的父母啊,党和你有什么关系,党是个坏虫啊,早一点给他抛弃,中国人民才能迎来幸福美满的这个生活啊,所以我就看到这个家长,我觉得就很感动啊,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到此结束,非常感谢啊,广大网友的收看,谢谢再见